高哉 眼前这个大山看上去高峻险要 李白的夸张修辞手法都是比别人要高一个度 他经常在室里面吓唬人 威楼高百尺 首可摘星辰 白发三千丈 缘愁四个长 祖传的夸张修辞手法 就是面对这种险峻的地势 想要从这里通过是非常困难的 蜀道之难 难于上青天 有能耐你飞过去 不然就老老实实接受这份恐惧的馈赠 人家属地这种把人吓破胆的想要地势 他的行程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不信的话你转动历史的年龙看看 残从及渔夫 开国何茫然 本来四万八千岁 不与秦赛通人烟